可以直接從Google的部分看到說 她的這個女優的個人資料 下面可能還會跑出一些關於她拍過的影片 就可以直接點進去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1G 今天這季的主題是什麼 那她居然有這些功能 那這支影片呢 她絕對不是業配喔 是我自己發現之後覺得 其實哪這種功能怎麼可以不介紹給廣大的網友知道 所以呢 我決定拍了這支影片 總共有10個帳號 我在影片上方也會標記說 她的帳號到底要怎麼去搜尋 如果你們對這些公眾帳號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去搜尋在家號有什麼地方 然後記得一定要打上小老鼠 再打後面那一串英文字母 第一個介紹的就是卡米狗 不知道幾年前卡米狗就突然竄出來 然後這個公眾帳號它的主要功能是 拿來讓我們這種比較邊緣的人 你無聊的話 它跟Siri有點一樣的道理 然後你可以使用 就是卡米狗 然後跟它聊天 它會有點 比較算人性化的方式來跟你聊天 卡米狗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它蠻有趣的地方在於 你可以讓卡米狗去學東西 你打說卡米狗學什麼什麼 或是卡米狗吃什麼什麼 假設你一開始的設定是卡米狗吃什麼 然後可能有麥當勞肯德基什麼 摩斯漢堡 假設有一天你在跟它聊天 你打吃什麼 它就會跑出你曾經講過的那個東西出來給你 然後我覺得蠻好玩 因為它學習力真的非常的強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還蠻好玩的機器人 再來第二個我要介紹的公眾帳號 叫做 這個公眾帳號主要是拿來查台中的公車 假設我現在想要查100號好了 那100號你打數字100 它就會告訴你近戰的時間 但是這個 目前好像還沒有到說非常準確 不過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第三個要介紹的是喝飲料大師 就是當你不知道想要喝什麼時候 然後你可以點選它裡面的一個選項 叫做隨機店家 然後點隨機店家之後呢 假設因為它現在跑出來是真主蛋 它就直接附上真主蛋的菜單給你點選 今天你不知道你想要喝怎樣子的 比如說它有隨機奶類、隨機茶類 還有隨機鮮果茶讓大家去做選擇 然後你點了 假設我現在選擇隨機奶類 它就跑出紅茶拿鐵 我覺得喝飲料大師它是一個 幫助飲料選擇障礙的人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實用的一個帳號 第四個帳號 是我覺得很多人都需要用到的 叫做記帳機 它會盯著你記帳 如果你不想要去額外的下載一些APP 就是因為會佔軟體空間嗎 你就可以去加入這個記帳機的公眾帳號 可以去做一些記錄 再來第五個帳號是 台鐵時刻通 那台鐵時刻通其實就是拿來查詢台鐵的狀況 跟前面的YavaGo有點像 只是它拿來查詢的是關於火車的 平常用火車來通勤的人來講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實用 提供服務有查詢時刻、查詢票價 還有查詢車次等等的 第六個公眾帳號要介紹的是 微股力 微是輕微的微股 是股票的股 那微股力呢 主要就是讓大家來看看 每天股票的狀況 那如果你有在投資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 第七個是 美的好朋友 就是你可以利用美的好朋友來查詢一些 食品成分 然後藥物資訊 假設說你可能你對於你喜歡的保養品 有疑慮的話 產品的成分打上來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關於美的相關的資訊 再來呢第七個是 TaxiGo 那TaxiGo呢 它主要就是比較偏向叫車服務 比如說你想要搭計程車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公眾帳號 這個帳號呢我覺得它跟Uber有一點類似 就是它有跟一些品牌合作 所以假設你有使用這個來照車的話 你可能就會拿到一些產品的優惠 分享出去 然後可能還會再收到一些回饋 就是跟Uber很像 只是它是用公眾帳號的狀況 第八個就是 天氣即時預報 因為像我自己個人 雖然手機每天早上一滑開 就可以看到當天的天氣狀況 可是我是一個會喜歡上網查 中央氣象局 就是可能看看台中的天氣 看看屏東的天氣 看看正應收的天氣狀況 然後包括一些什麼 空氣 污染指數 那這個東西 公眾帳號我覺得還不錯 是讓你知道說 最近的台灣 其他地區分布的降雨狀況 天氣狀況 然後我覺得 就很方便 你就不用再另外去做查詢 最後一個呢 也就是今天這一集的重頭戲 它主打的標語是 你要的女生 我幫你生 這一個公眾帳號叫做 髒沙發 什麼是髒沙發呢 我覺得這個名字取得非常特別 然後當初我知道這個時候 我非常有興趣就把它下載來了 這個公眾帳號的功能就是尋找女優 聽到是不是覺得很匪夷所思 是找女優跟他聊天呢 還是怎麼樣 這個公眾帳號呢 它的訴求就是 可以傳送一些圖片 假設我今天想要找波多野傑衣 寫了一張他的圖 然後傳送給這個髒沙發 他就會去掃描你傳送的那個圖片 然後他會回傳給你一些 他覺得跟這張圖片很相似的女優 我可能就會直接把波多野傑衣 就是整個搜尋出來 那像我 可是我覺得他的辨識度 還沒有到非常高 我第一次他會傳的是 就是什麼泛剛加那一支啊 有沒有 他每次大概都會傳送三個女優進來 我第二次傳送了波多野傑衣的全身照之後 才真的找到了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他會傳送這個女優的 類似長相的其他女優過來 喜歡一個女優的時候 通常他的長相類似的 應該也都會蠻喜歡的 所以他就會傳送總共三個這樣 讓你去做參考 那波多野傑衣 假設他已經跑出來 然後我點進去 他可以選按這搜尋去 他就會直接幫你跑到那個搜尋 Google搜尋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從Google的部分 看到說他的這個女優的個人資料 下面可能還會跑出一些關於他拍過的影片 就可以直接點進去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是因為有一些時候 你可能看到人家推薦影片 然後他沒有提供你翻號 這時候你就會非常非常煩 然後我心裡想說 幹我都已經很 已經看到這個東西 我都已經脫下褲子 就居然沒有翻號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髒沙發去搜尋 你就把那個圖片解下來之後 盡量就是正面 然後比較清晰一點的照片 然後傳送到髒沙發這個公眾帳號裡面 他就會幫你找出可能的女優 我覺得他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直接就是A片的傳送門 這一點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好 好